在川西地区啊 大白天的在大陆上抢劫商旅 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样一来呢 还导致这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一直到康熙年的前半截 往四川贩卖妇女啊 那还是朝廷默许的 看古迹讲故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啊 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年代人的家庭情况 以及康熙48年以前 老年在京为官时候的故事 在京为官的老年啊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优秀 虽然这老年在北京为官的时候 这么样的优秀 但是这北京的官场啊 您也知道 那就是无惊无险啊 又到六点 虽然这差事办得很好 哎这皇帝啊 也很喜欢年庚瑶 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年庚瑶升迁之快啊 那俨然就是这康熙皇帝 对年轻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 就在康熙48年 皇上决定啊 不能再把这年庚瑶留在北京了 这虎啊 得归高山 龙得入大海 既然是个能臣嘛 就得把他放到外任去历练 并且不能给他放到啊 一个安逸的省份 要给他放到一个艰苦的地方 这样才能更好地历练他 于是啊这朝廷就颁下公文 放年庚瑶为四川巡抚 要不见 怎么说这康熙48年 是年庚瑶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呢 康熙皇帝把他放为了四川巡抚 这样啊 才成全了最后的 服援大将军年庚瑶 虽然这历史啊 他不容假设 但是年庚瑶如果他的实施 在京城混呢 那么入阁拜相啊 也是迟早的事儿 咱们就是这么一提啊 因为还是那句话 他历史啊 不容假设 这一年啊 对年庚瑶的家族而言 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在这一年 身在汉军香白旗下的年庚瑶 旗主换了 就在这一年 年纪的顶头左领 归到了亲任的和朔雍亲王门下 也就是说 按照旗人的规矩 新封和朔雍亲王 一下子就成了这年庚瑶 年庚瑶的主子 说实话 这对年庚瑶而言啊 倒没多大往心里去 为什么呢 因为年庚瑶觉得 自己是八股取士 三篇文章正来的功名 并且自己在京城围观的这些年啊 是兢兢业业 每项工作 做的都非常出色 自己和其他的奇人可不同 不是啊 用裙带关系 或者是用战功换来的官 与阴真通信的时候啊 他通常是这样称呼自己 臣四川巡抚年庚瑶 请主子和朔雍亲王安 那有人说 这不是挺规矩的吗 实际不然啊 应该这么写 奴子年庚瑶 请主子安 也就是说呀 在这主子跟前呀 你得显得更苟着点 四十八年那会儿 正是九子夺迪的开始 这四爷呀 也是刚看出链 觉得自己呀 有可能坐一坐 太和殿上的那把龙爷 正是这应真 韬光养晦的时候 所以这四爷呢 对这种事啊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更何况两年以后 就在康熙五十年 雍亲王应真 由皇帝指婚 还娶了年庚瑶的妹妹 年侍为侧福尽 关于年侍这点啊 咱们今后单开一场书 在这儿啊 我可以先跟您透露一下 这雍亲王和这侧福尽年侍 感情相当的不错 这不错到什么程度呢 后来这年庚瑶 与皇上啊 闹得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程度 乃至年庚瑶为此 而丢了性命 都没影响到 这年侍与雍亲王的感情 这些呀都是后话 咱们暂且不提 咱们接着呀 说这年庚瑶 到四川之后的政绩 来四川之前 这年庚瑶就做足了心理建设 因为他知道啊 这四川是个穷省 是个弱省 是个乱省 听到这会儿啊 有人说你打住吧你 谁不知道这四川天府之国呀 物产丰饶 那儿可是个大粮仓啊 粮仓啊 得有人重粮才行啊 清代早期的战乱 对四川造成了重创 人口急剧下降 有个词 即便是不熟悉历史的人啊 也有可能知道 叫以胡广田四川 意思就是说呀 四川那会儿是有地没人 于是这朝廷啊 办下了针对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又使胡广的贤汉 以及无地农民 入川开墾耕作 这样呢 又导致其他问题出现了 您想不远千里来这儿来开墾农田的人啊 没擅长 这里又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 致使民风彪悍 在川西地区呀 大白天的在大陆上抢劫商旅 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样一来呢 还导致这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一直到康熙年的前半截 往四川贩卖妇女啊 那还是朝廷默许的 所以说您想想 这地儿它能不乱吗 有人说那朝廷派兵管呢 管呢 边长莫及 四川这儿啊 最高的军政长官 不是四川巡抚 是川陕总督 可是他倒了没了 这川陕总督衙门在西安 也就是说呀 他在陕西 在秦岭的北边 话说嘞 这蜀道南啊 南于上青天 虽然他是川陕总督 大概其实这一任呢 他也没进过四川 那么按说这四川军务 还有四川提督管辖呢 这提督干什么去了 这老年一到四川 就去这个大营当中啊 拜望着四川提督 岳生龙 提起这岳生龙啊 那名气倒是不是很大 但是啊 他有位先祖很牛 就是中国人民都知道的岳飞 他的儿子呢 也比他有名气 就是这个年大将军后来的继任者 岳忠祺 就是这个雍正皇帝 后来祝福他 多福多寿 多难自已 意思就是说 生儿子 想轻福去吧你 这又是哥现在 得买多少套房啊 还想个屁轻福啊 玩笑玩笑啊 咱们接着说年更有 这老年来到营中 一看这岳军门啊 傻了 怎么傻了 这岳军门也忒老了 他多的年气啊 咱们先放在一边 他毅然老的呀 双目失明了 年更尧一看啊 这四川军武啊 看样子是指不上他老人家了 于是身为巡抚的年更尧啊 只能是亲力亲为了 按说呀 这巡抚是这一省最高的军政长官 如果这个地方啊 没有总督 那你这个巡抚 就是这一省的大拿了 可是呢 这每个省里啊 军队上又都设有提督 没听说呀 哪个巡抚亲自啊 到营里去管兵的 这年更尧啊 就算得上是那特殊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了 不过呢 也是历练了年更尧 给他以后游文转武 打下了基础 这四川的军队 就是为了弹劾地方 缴匪用的吗 不对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他们要时刻注意监视 以及防范 青海 和说特蒙古部 以及西藏 达赖喇嘛 两股势力的动向 这下子 年更摇着巡抚啊 那可忙了去喽 他得呀 谈压地方 处理政务 还得进山剿匪 不但这样 还得往青海 西藏派进去探索 探厅那里的虚实消息 干了不少的正事 实事 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有了不错的效果 可是啊 这样一来 与上司沟通不利 就难免有越权的时候 弄得他的顶头上司 川山总督 殷太 对他很不满意 这两个人啊 竟在给朝廷的奏折上 打嘴仗了 不过这康熙皇帝 喜欢年更尧 是惹定的 非但没有责怪年更尧啊 对他的工作还挺支持 要不去 就冲他这份 年轻气盛 嚣张跋扈 早就把他呀 哄回家 抱孩子去了 就这样 康熙56年 让年更尧 大展拳脚的时代 来临了 就在青海 准嘎尔布的首领 侧望阿拉布坦 反了 怎么着 这蒙古人带着兵 打了清朝了吗 不是 侧望阿拉布坦 派他的手下大将 侧领敦多布 率领六千骑兵南下 神一样的 穿越了塔里木沙漠 穿越了叶尔江 翻越了没有人间的昆仑山 长驱直入 一下子就来到了拉萨的城下 对了 他要打拉萨 他攻取拉萨呀 无非就一个目的 要控制达赖喇嘛 这西藏啊 是政教合一 控制了宗教首领 那就是控制了整个藏区 藏兵啊 有两万多人 看着呀 也是人强马壮 不过一交集手来呀 让六千蒙古骑兵 打的是满地找牙 最高统帅 拉藏汗也死了 蒙古兵攻入了拉萨 控制了达赖喇嘛 消息传到北京之后啊 这康熙皇帝 立刻就不干了 你认为 这拉藏汗没有大哥吗 这中央政府啊 永远是西藏的后村 满朝文武是一致通过 臭压的 这会儿的清朝人气足啊 就在前些年 这康熙皇帝曾经亲自带兵 把准戈尔布投人 戈尔丹一通垮抽 戈尔丹败走末北 穷途末路 最后只能落得个自杀身亡 就是戈尔丹的这个侄子 策望阿拉布坦 把他的尸骨献给了朝廷 才从康熙皇帝那儿 换来了和平 朝廷一看呢 优贺 你这准戈尔布 是计吃不计打呀 于是分三路出兵 熊啾啾气昂昂 入葬平叛 其中就有着四川提督 康泰带领一千绿营兵 作为后援 从四川出发 结果就是太过于轻敌 那六千主力部队啊 让人家包了饺子 四川提督 康泰率领的一千多援兵 也被当地的贵族诱杀 四百多绿营兵突围了出来 跑回了四川营中 老年啊心里知道这一场大战 很快是即将来临 这时候四川最高的军事长官 那还就是年庚瑶了 幸亏啊 他手下还有一员得力干将 就是副将岳中旗 此时的年庚瑶继续向七藏青海地区 派出大批的侦察兵 并且让护军进驻礼堂 在康定还设立了打箭炉 专门搜集囤积军事物资 并且主动承担起在四川为大军征集粮草的工作 这也算得上啊是这年庚瑶作为一代军事天才啊 对战争的未雨绸缪 在四川这块啊 年庚瑶算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就在这会儿啊 朝廷的旨意也下来了 康熙皇帝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 就在康熙五十七年润把月 康熙皇帝任命自己的十四子殷提 为亲命福远大将军王 率领多禄十万大军入青海平叛 老年却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 奏折的内容大概就是 陈以文之很难管住军中这帮兵游子 要是统领整合调集军队啊 皇上必须得赐我一个五职 哎哪怕您是临时给我一个呢 等打完这场仗啊 我再把这个五职还给您 要想让臣我在军中更有说服力啊 您最好还要赐我一套 象征军功的孔雀花灵 这样啊我才能放开手盖 要不然啊我一个文职官员 在部队里啊 知识谁也知识不动 这内阁接到年庚瑶这封奏折一看呢 乐乐 这内阁大臣说呀 这还有向皇上直接伸手要官的吗 哦没有孔雀花灵 先给一套 为的就是吓唬人玩 什么叫先借一套五职啊 这封了官 还有再还给朝廷的吗 结果呀 这内阁大臣全想错了 康熙皇帝看了奏折之后 二话没说 直接给了年庚瑶 四川总督的军衔 并且呀 按照他的意思 赏给了他孔雀花灵 内阁大员唯一猜对的就是 最后这五职的官衔啊 真没还 就这样大战拉开帷幕 年庚瑶作为四川巡抚兼四川总督 熟理四川军务 并为大军征集粮草 到了康熙六十年的时候 这大战刚刚打了一多半 老年又被康熙皇帝直接升为了川山总督 这一下子 年庚瑶是彻彻底底的 油文改了武 大战的结果不用我说 您各位都知道 大将军王印提成功的击败了策望阿拉布坦的叛军 要说有多露脸吗 一打打好几年 十万人呢 打了六千 哎 还跑了四百多 不管怎么说吧 中央政府的大军赢了 和中央政府贴心的达赖喇嘛 成功的回到了西藏 整个藏区又回到了中央政府 整个华夏的怀抱当中 可算得上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呀 年庚瑶也成功的以文转武 成了割据一方的军政大员 咱们这段书啊 光说了年庚瑶和这段战争的故事了 那么这期间 老年和他的主子四王爷 关系又是如何呢 要说这雍亲王和年庚瑶的关系呀 那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这大舅哥年庚瑶根本就没看得起 印针